亲爱的 能否趁爱像作天 今天幻想上了 回忆可感动变迁 为团聚于某日某年 用离开来认真观念 面容语气 难控制 怎么跟你说 恨有不记 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 想了很久 究竟是哪个地方好 最后选择了这个地点 你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的学校 小学中学都在这里读书 是香港马里曼中学 以前叫马里诺马里诺 你几年没有回到学校 很多年了 为何呢 今天回到学校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不同 我是想问你这个感觉 当你刚才踏足这个校园的时候 你第一个是白錦交集 是很多哪些年的回忆还是什么感觉 很想到处跑 为何 到处跑 看看有什么分别 你以前都是 一直这么久都没有回来 你以前都是到处跑的 会 当然到处跑 以前年轻 像猫猫仔那样的 是 是 是 我相信这里对你的回忆就会有很多 如果要你选择在学校里面 哪个角落是最多难忘回忆的呢 应该是学校园 会堂啦 不过我们去会堂之前 去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相信你读书的时候 肯定都用了不少的时间在过渡 在哪里呢 厕所 待会告诉你 看什么 对我来说 我相信一个男士去到女校图书馆很棒 但刚才才知道 没问题 很棒 感觉味道不同 你明白吗 刚才才知道原来图书馆你不是经常来的 怎么办 我忘记了 但是你一个乖学生来的 乖学生可以不来图书馆 可以回家 可以回家 即是你回家自收就可以了 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借货外书 你惯着唱歌吧 惯着唱歌 又搞屎棍搞很多东西 就是联校搞很多东西 你真的很活跃 是的 我没有时间来 我自己本身要读的 也没有时间读的 还要读书 我们制作队也很厉害 要我们来这里 是因为 我们找到很多 有你的踪影 有你的名字 有你的照片 有你的照片 的记录在这里 很好笑 我也没有 但这个是你 你是和Sandy同一班 但是两个是否不算熟 是不熟 因为我们大家 朋友圈都不一样 是的 还有他那一班很合适的朋友 我又有一班很吵的朋友 我们那一班很吵的 他们有一班朋友很安静 所以我们好像不是不合适的 基本上我都不会和全班同学 一齐都很熟 不会的 我记得是我们拼的课也不一样 怪不得 很多时候都不会一起上课 明白 那时候我也有叫Sandy 有点点歌 帮我 那时候很流行的 对 对 那就是子仔子仔 你爸爸妈妈都是公务员 是的 而且你家里一直以来 很着重教育 是很着重读书 肯定 一个八卦问题 你读书是否聪明的 我会考 我很记得 因为实在 我设计中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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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中文太深了 我终于会考选择 没有去考 但是你爸爸不会打到你的飞气吗 根本他都不知道 我没有去考 那你最后看一个成绩 知道吗 unidentify 是否有个U 我成绩 是吗 你逃避了他 History 英文History 我很喜欢读 我就拿A 因为我第一次考读英文 我只有B 那我就很不服气 我很不服气 如果在这间学校 你这间学校 是会被别人比识的 当然了 我也比识自己 所以我跟着那年 不行 不服气 我再考吗 当然了 你人好性 如果用这两个字 傻女去形容 读书时期的遗嫌 是否适合呢 你是傻女 傻女 真的傻 其实到现在 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傻女 哪方面 其实基本上 因为我人就是简单 你会很简单 你会很简单 还很简单 那种 其实我也有 我里面的正常 成熟一点 但是我自己 就选择一个 简单 一些人 不是太想太复杂的东西 我认识当中 你是其中一个小数艺术师 即是艺人 严格来说 你不适合做娱乐圈 即是社交應酬方面 你的表演的能力當然很強 是的 我是古墓派的 有需要的時候就彈出來唱歌 沒需要之後就躲進古墓 但你是喜歡這種模式的 我是只可以應付這種模式 很複雜的東西我是不行的 你現在有沒有偶爾看《世去的樂言》 即是第一個MV 我很記得 是嗎 我很記得 我當時連衣服都沒有 是服裝間的 還有白色那件衣服 服裝間加上紅色的圍巾 都是服裝間的 但感覺不錯 自然就行了 我沒有所謂 我都不懂這些東西 我又或是我在你 內心 曾許下樂意 誰說 有不散言借 誰說 生死不變 這份愛 讓這份愛 讓這份愛 被流水一日沖煙 此刻共對亦無言 流露我 心中情緣 看著你 我受懷滿臉 淚水猶如沙灑在面前 我的心針引雪離別 仍望你 仍望你 輕發走遠 仍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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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時光 逝去 卑語 仍然 curling會很快 桂閑 上學會見 這個會堂應該在學校成人 帶給你的思考最近很多回憶 沒錯 每個星期我都要帶著全間學校的學生 在這裡唱一個之後組的職業歌 類似聖詩那些 在這個台上第一次獲獎 是否記得唱什麼歌 Today Form 2 因為我第一次參加應該是輸的 然後第二次我唱Today我就會贏 讀書時最流行是《我的志願》 你的《我的志願》是否當歌手 不是,沒有志願 同樣,我是完全沒有夢想的 我沒有夢想的 但當我們一直去參加校內比賽 或是聯校表演的時候 應該開始萌生的想法就是 陳慧嫻可能可以當歌手 有沒有 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直到什麼時候 我會享受在台上表演 然後下面的人會覺得很好聽 究竟在什麼機緣巧合之下 令陳慧嫻終於成為歌手 應該有一天 有一位男士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他們現在在搞希望一個組合 不是一個組合 一張唱片裡面有幾個女生 然後每人負責幾首歌 因為他在聯校那裡見到我 好像聲探一樣 希望我去試音 當時我已經認識了盧葉眉 認識了之後 盧葉眉是夜邁的 他就介紹我去夜邁的事件 因為他覺得我唱歌好 自己心裡當然是喜歡夜邁 因為都是一間大的唱片公司 最後為什麼你會選擇 不是選擇大公司 選擇了安格斯牛扒 因為大公司說 我們想出一支唱片 有十個人左右 那就一起合唱一下 另外一邊我有幾支歌唱 是獨自 就算是一間新的製作公司 我也選擇了那邊 你的初戀 是否發生在讀書時間 什麼叫初戀 有個戀愛的感覺 起碼是拖手 有 是 但我不喜歡那個人 那你為什麼會跟他在一起 那時候試試拍拖 是 有什麼時間 有人追 他有什麼機會可以認識到你 都是聯合活動 同學的哥哥 哦 很多時候去同學的家裡玩 之後就認識 有一次他在走石板街 問我可不可以 他算是紫蘭 他不是無緣無故捉住你 他起碼這樣問問你 你上次回答好還是不好 但你又這樣拿 不是不好又很差 但我比較喜歡那些 Dominating 就是什麼 主動一點 主動一點的男生 因為我自己工作上 我已經在帶領著 我希望在生活上 那個人是帶領著我 給我肩膀 給我一個說口 給我避風避雨 對 所以我會喜歡 一些這樣的男生 多過一些太就我 太斯文 因為阿慧嫻 唱了很多愛情歌曲 由你初出道 《世許的樂言》 那一首不算是個人專輯 然後你就是 《玻璃窗的愛》 那是否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你對愛情的一些憧憬 幻想 就令到你這麼容易 可以投入一些情歌的情懷 或者一個敏感度 我個人 我覺得我是感情豐富的 而且在感情上 我都早熟 不是那些早熟 不是要打羽毛球的早熟 我明白 你打羽毛球 當然了 當然了 我不是說不打羽毛球 她是真的乖 我想打羽毛球 但那時候還沒有 好的 那你的早熟是怎樣 就是我的感情 那個敏感 那個敏感 很敏感 很容易給出感情 就是 passion 而且我很需要人愛 是一個這樣的人 是 聽了很多情歌 情歌 是 所以就醞釀到你的感情 可以這麼容易地 發放在歌曲當中 今天能共你一起 愛你 有情沒法地 當天 無限熱愛掀起 雪我知 愛戀之味 有情在今天為他奉獻 慈伯你唱 意漢精啼典 有情在心中萬千有恥 太空的星星 無盡無怨 有情在今天為他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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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在心中萬千有恥 太空的星星 太空的星星 無盡無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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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盡無盡無怨 你多久沒有走過唱片店 我想起碼十年 對上一次我應該是在唱片店做的簽名 都是工作的 這張唱片我真是想問 這是一個迷思 花店 對 這裡有一顆類似墨的東西 本來這裡是髒的 甚麼髒 這是類墨 以前化妝師經常要遮蓋墨 很可憐 到了不知多少年 我就去割了這粒墨 這是我唯一做過的整容修飾 等等 先別裝作 這張唱片一隻是雙眼皮 一隻是單眼皮 很多人問我是否割了雙眼皮 為何說完後他們都不會相信 我終於解開了那麼多類似的文字 原來這粒真的是墨 無人的空氣 喘起你的無煙 重現茂天的好戲 讓舞做長袖不敬意地 抱著我正看天地 讓順在無味的意領上 笑說最愛你的氣味 我恨我供供你 是童言以原唱的好戲 只有請你的無煙 從此每天適宜你 夜來變愛半惡作 默言但仍默許我 將肌膚緊貼力 將身拒教與你 准許我這夜做夠角色 准我快樂地 你從飾演某段美麗故事主人 飾演你九年共沉夢的戀人 再去做活流著情類的依人 假裝在有從前演過的氣氛 從飾演某段美麗故事主人 飾演你九年共沉夢的戀人 你公司面臉白形夜深一人 喘起你那無言無意 當跟你接近 啊 你何時覺得自己真正走紅 有人認識我 我真的很幸運 第一首歌《實惠的樂言》就已經有人認識我 不會說出了一首歌之後都好像沒有出過 不要說哪首歌 陳弥霞回家時都會自己偷笑 我很紅 《實惠的樂言》 我第一次擁有一個唱盤 又有一個收音機 是因為某一個電台的比賽 我就贏了這件事回來 我回到他家 扭開收音機 然後聽到電台播出我的歌 那個感覺是? 驚奇 不是 真的 很夢幻 以前我是一個聽收音機的小聽眾 還有你這麼喜歡聽收音機 我是很喜歡聽收音機 然後突然間我自己的聲音 我在收音機播出來 還有各大我很喜歡的DJ 他們認識了我 之後會播我的歌 是呀 滿足感很大 這裡擺了很多你的唱片 確實你都是很百變形象的 當然你問我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的 其實這張 你的演唱會的造型 這個應該是在唱千千決歌的時候 我沒有記錯 對於觀眾來說應該是樓下最深刻的 對 他們最深刻的 因為這是我讀書之前的 什麼時候再見演唱會的一個 最經典的造型 到現在的人經常都想我扮演這個樣子 雖然我經常都拒絕 就是要向前看的嘛 向前看的嘛 經常都看回以前的 說到千千決歌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提到一個話題 千千決歌和梅姐的直揚之歌 這個我不知道是全民還是真實的報道 當時就說千千決歌 去到某些獎項 我舉例 金曲金獎 最後失落於拿不到這個獎 金曲金獎是嗎 金曲金獎 某一個電視台的 是 不是某一個電視台 是這個電視台 是否覺得有點遺憾 為何不送禮物給我 那便給我一個金曲金獎 我心裡會這樣想的 很正常的 給人鼓勵一下我 是否大家去讀書都開心點 坦白說 那一刻你有沒有生氣 有點失望 因為我真的需要一些禮物 貪貪貪貪 我的人 貪心 我記得那時候 這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DJ跟你說過 就是你的千千決歌 和梅姐的直揚之歌 原來發現年輕的DJ 是傾情於千千決歌的 比較成熟的DJ 是喜歡直揚之歌的 即是我去到現在的境界 其實都會慢慢理解 直揚之歌的無奈 那種滄桑 尤其是對感情很渴望的女性來說 這首歌是完全寫到他的心態 心境和淒涼 當年我也有看你的演唱會 很記得那個畫面 就是當你唱千千決歌的時候 你唱之前穿著這件衣服 接著就說了一句很簡單的對白 但那句對白就很觸動人心 就是各位保重 就是遺言要走 接著就噔噔噔噔噔噔 那一下 哇 眼淺一點的話 都挺容易活掉眼淚 所以我自己哭了 那一刻我也是很不捨得的 至少會分別一段時間 起碼一直跟大家分享 起碼…多久了 由1983年至1989年的時光 56年 都跟很多人一起分享 一種感觸 不過那時我很小而已 我25歲 向前看的心態也很強 那時你的心態是會再見大家 我沒有想過自己會否回國坦 對… 但我相信大家會再見面 你們要保重 唯閒要走 回頭再看 微微燈光 無知己 直療不安 藏身於 無人機瘡 心跟你到晚餓 離離世月 望望星光 明朝著 別來驚火 頭奔雨 遙遙他方 願遺忘某寂寞 願兩金星 我告別了 活潑的心 將下沉跳 夢裡有卡 又極微面 情真可憐 懷念 懷念當初 你太重要 但你始終 未盡全力 讓這副心 靜靜逃掉 情人無尊 我願意不及 也在等 Nord的一年 想看 祝他人們尊 我願意不及 中有星光燦爛 可惜心悔已難 情圖這麼暗淡路更幻 這麼天氣的每晚 你要珍惜歲月 不必敢談 情願或會某日再犯 原諒今仙 我告別你 活活的心上下重跳 夢裡有他有極微妙 情真可憐 全是你一生輕跳 無情地把我放滿燒 讓這火燒靜靜逃跳 情也沒掉 無情地把我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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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女還是千千決歌 千千決歌 傻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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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見雪飄過 飄於傷心記憶中 讓我再想你 卻掀起我心痛 造經翻了手 為何熱愛相正中 讀過最億歲月 或許此生百回到 劉鶴那部分 對我來說 好像是一個黑洞 究竟衛涵 劉鶴時期的你 是怎樣的呢 哪方面先 各方面 你留學之前 你是數一數二的樂壇天口 接著去到美國的時候 嘩 變成一個沒有人認識的了 即是那個轉變 你是很快便可以適應到 我根本從來都是一個素人 我想告訴你 只不過我份工作 是需要有知名度 要出名 才有人走來買票 才有人買唱片 聽下去的話 你初初去到美國 很容易適應到 其實我覺得是很自由 在我這麼多年 那個工作 雖然帶給我很多成就 很多成功感 但是也帶給我很多壓力 其實去讀書 其實是一個很 carefree 甚麼都不用管 然後就可以做回一個 完全不需要 介意任何東西的人 不會悶嗎 我一點都不覺得悶 其實我去到美國的時候 我才知道讀書是我的份來師 就是要取個Degree 考試真的很努力 那些教授將成績的結果 你的GPA很好的 貼在他的辦公室的門口 我第一時間就跑去 即知道何時會有結果 我就第一時間跑去 看看自己 其實從來你挺豪盛的 如果我很認真去做一件事 我一定會做足100%去做 我當然希望我可以拿到100%的回報 結果回來 是 在我心中 讓我再想你 卻掀起我心痛 早經翻了手 為何熱愛相正中 讀過最億歲月 或許此生不回動 又再想起你 抱擁飄飄白雪中 讓你心中 讓你心中 去距走我冰凍 那風吹我醒 原來共你是長夢 將那飄飄雪淚下 濃濕淡淡的萬空 原來是能我可心愛你 此際灌燥我醉熱的心痛 原來是能我可心愛你 此際灌燥我醉熱的心痛 好 講到劉鶴 對於粉絲或媒體來說 當然最記得的一件事 就是你和唱片監製 勾丁玉的分手 那時候 我記得 當你發生這件事之後 那一陣子 隔了一段時間 你就出飄雪 是嗎 我沒有記錯 我不知道 我記得是 為何我會這麼記得 為何我會這麼記得 你去了美國讀書 然後再回來 第一首歌就是飄雪 你應該趁不知什麼假期 你去香港做宣傳 但那一次你的出現 因為你是第一次回來香港 那一宗新聞就出現了 有七十幾個人在直播室裡 真的嗎 是誰來的 是你 是記者 有七十幾個記者 是 有什麼事嗎 因為那件事很轟動 很轟動 是 還有你又加上唱過這首歌 那些人就會猜到 時間會不會太殘忍 就是我用殘忍這兩個字 那我想問 當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你要走進錄音室 去唱飄雪一首這麼慘的歌 所謂應景的歌 那你那一刻的心情是怎樣 我忘記了發生先還是先錄音 是嗎 OK 應該可能錄了音 是 沒什麼事 那好一點 在美國的時候 然後又掉了拖 那你那時候的心情是怎樣 當然在那段時間 其實未曾分手之前 也有很多長途電話 也有很多哭 很不捨得 很掛念 其實我也是一個很需要 愛 很需要愛的人 那那時候 哭 其實我人是這樣的 從來有什麼事情 就是哭 我就是哭 然後就是哭 哭到 鮭哩瓜 那麼吵 然後樓上樓下 都要刪騎樓門 你要聽說 這麼哭嗎 好笑 我試過 有一次在家裡哭 哭到樓下 一定是覺得很煩 把他刪騎樓門 除了在你的演唱會 我見過你哭之外 其實我沒見過你哭 所以以為你是一個很硬正很strong的人 原來不是的 我不是的 是哭包來的 我是性情中人 是 剛才你說人生是一份選擇題 你會選愛情還是事業 我覺得自在是最重要的 情緒是比較平穩平淡的 每一天就是活好過一天 隨遇而安 隨心 我舉例 有拖拍的就拍 單身的就繼續單身 總之就是享受 就是不強投 現在這個時間不要再這樣 太刺激了 對於心臟不太好 是 很辛苦 很辛苦 人當然會有他的命運 同樣 歌 也會有歌的命 有一首歌 我覺得這首歌的命 是挺有趣的 叫程義傑 這首歌如果我沒記錯 它是2003年的時候 沙士的時候出的 陳太陽 但結果 當年可能因為那個環境 發生過沙士 和那個視度又一般 那首歌 我記得受關注的程度 就不算很高 但結果隔了 接近十幾二十年之後 一聲 在內地就有很多KOL 他又很喜歡這首歌 然後又會有他不同的演繹 令到這首歌是翻兵 然後很熱 流量是嚇死人的 我就說 那你怎樣看這首歌 歌有歌命 人有人命 是 我又覺得我就是 我就是覺得這件事 在我的命中 很有趣 有很多東西都是 尿尾塵是時候 就不是時候 總之是時候 天天就掉一塊東西 下來給我 我好像有點被動 摺東西 摺東西 這首歌對你的意義 是否多重大呢 尤其在你另一個階段 的音樂事件 程義傑這三個字 其實對於很多我的歌迷來說 很有意思 還有對我來說 很有意思 就是很多朋友 對尤其是有情義傑 無論他唱什麼歌 或者他無論什麼時候出現 都會支持 對 都會支持 經過那個年代的人 對於這位歌手 對於他的聲音 都是有一種情義傑 明白 我的小小秘密 就是我在演出之前 無論是商演 或者演唱會 所有事情之前 我都不會吃東西 我只是要求吃幾口 至半碗的白飯 因為我不想有肚子 說回遺嫌 你的低潮是否就是 焦慮症的時間 我相信應該是 由三十多歲 到四十多歲 都有整整的十多年時間 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是讀完書回來之後 過幾年開始 然後Miao不在 一直發生 有SARS 至少到2008 我覺得 因為那段時間 在事業上 我覺得 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究竟我是誰 我不太知道 究竟當時 我的位置是什麼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在人家心目中 有一個特別的位置 定位 定位 那個是陳偉嫻 好像不記得 這個人好像消失了 在這個空氣裡面 即使你很努力去做 但你好像不明白 那些人的反應 是怎樣 捉摸不到的市場 捉摸不到 好像他們見不到我 我好像變成了阿飄 飄飄飄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上了一隻飄 但那時候我喜歡 很不像你 但你不喜歡那些人 沒有什麼特別喜歡 所以有時候 究竟我變還是不變 你又說要我變 變了又說不喜歡這個變 又說不對 也不是以前的一陣威嚇 對 最嚴重的 當時焦慮症 你的情況是怎樣 正在吃飯 然後說什麼 什麼事過 那隻手 幸好我住巴馬地拉 是 然後立刻我穿睡衣 好像沒有換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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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去 那個醫院還要搭乘車 去外面 一直嘶 不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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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知道是否我自己弄到自己 即是很害怕 我很害怕 很緊張 應該我是焦慮症 另外再去看醫生 其實感覺就是天旋地轉 剛剛流行《Notting Hill》那一部電影 我記得那段時間 是每一天陪著我過的 那麼有趣 那張唱片可以幫到你 我不知為何 因為我很喜歡那部電影 就是那個女生 其實她想要些什麼 而且那個音樂我覺得很好聽 聽著那個音樂很舒服 我不知道那個報道是真實還是假 她說你最嚴重的時候 是試過 有一段時間 你經常都要吃東西 吃一些零食 然後你的朋友 就說 因為要 可能要目擊到你的情況 於是把你的零食 鎖在隔壁 是不是真的 這件事 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的嗎 不是 是因為吃藥的反應 即是怎樣 你告訴我 不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 不是特別喜歡吃零食 有時候我會打電話給我助手 去騷擾他們 叫他們快點買東西 有時候 晚上 究竟是否說 把零食鎖在隔壁上 然後你呢 那個報道是這樣寫的 然後你呢 開不了 於是找鋸 這樣那樣 就要開鎖 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真的 是真的 是 但我自己會把零食鎖在隔壁上 不可以偷吃 是你自己鎖的 是 但這段時間 結果維持了多久 才開始好轉 那當然是吃藥 慢慢好轉 是 慢慢好轉 但你說偷吃這件事 即是現在也有 也有 焦慮症 對陳慧嫻的人生 你現在想回 但帶給你的有沒有得著 至少我知道了 甚麼叫情緒病 在知識上 我知道了 我自己有感受過 有些事情是因為 一些壓力 而改變了身體上的問題 總而言之 看醫生 你有一首歌叫做 《明日又明天》 也是在2003年的時候出的 那時候 應該是 徽揚 希望可以帶一些正能量 給大家 當中有一句的歌詞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來自亂世家人 是 《明日又明天》 《明日又明天》 這首歌 會否很能夠形容到 就是 慧嫻經歷了焦慮症後 那個的燭光 其實應該是經歷所有事情 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所有不開心的事 失敗了的事 跌低了的事 各樣的事 都不是絕望 各樣的事 都會有明天的 在黑暗的事 我們也有曙光 流過多少眼淚 也不必催喪 至少有被ijk雨浩寒 玫瑰得到眼淚 才特別出噪 在絕令尚 怎可以不服用 全靠仙 過絕望 才珍惜開樂 每天都下落 變忘記 要快樂 无法被遵循 欣赏每班旗星光 最多等天亮雪晚安 浮云纵月圆飞 我以为会记起 但做人长做起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如皮团的半世 入水呼气 难过会过期 急着头新鲜空气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能够哭出眼泪 已得到释放 有观众都不算寂寞 受过苦的笑容 才特别奈行 连玫瑰都因此 勇于盛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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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對我來說 總括整件事都是一個很大的得著 是我的人生 是我的前半生 亦希望可以繼續是我的後半生 我的很大部份是我的我 而我是感恩 是開心 可能你也要解釋一下 吸親愛的親愛 你的意思想表達的訊息是 其實這首歌 最初我們開會 第一首歌是想跟歌迷說個Hello 比較圓一些 比較佛學一些 離開是因為我們會再重遇 其實是想跟歌迷說 之前我們告別了 這麼久沒見 為了我們現在再見 有很多時候 我們跟別人吵架了 我希望大家可以很珍惜大家的關係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會想起大家應該打電話 跟他們說聲 Hello 你怎麼樣 不如我們出來吃頓飯吧 朋友也是這樣 家人也是這樣 40周年 有這首歌出現 然後你下年就會有演唱會 40周年是一個奇妙旅程 我們的派對 不是說瘋了派對 我們不會說整個圍繞著 是一件很懷舊的事 我們就用花來比喻 為甚麼呢 一個花的過程 花開 花落 花謝 再花開 即是很自然的現象 大家不需要相感 其實應該是感到生命又再出現 沒錯 每一件事 即是我的活動 即是我的40年 有經過她的生命的時候 開花的時候 有她丟借的時候 接著我們再期待她再開花的時候 來到我們節目的尾聲 你有甚麼話 要跟你最親愛的去說 那個親愛的可以有很多 可以是家人 可以是你的粉絲 可以是你曾經在人生當中 幫助過你的人 非常感激 非常感謝 你給我一個機會 陪伴過你們 我不知道有沒有幫助過你們 或者有沒有給過甚麼 令到你是深刻的東西給過你們 但我要很感謝你給我這個機會 也很感謝有這個機會 認識了你們 人生無悔 人生無悔 想要不見 不見 不見 公別圓為未來相遇留 福時 会分开画结析到也许 似偶然亲爱的 能否亲爱像昨天 今日还相信吗 回忆可感动变迁 为存在于某日某年 用离开内染正观念 面前有你还有我 彼此都眼前 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 生活如风似烟 零人生后错见面 在眼内千与万言 将一哭一笑重演 反应熟悉分会变 重逢唱初见 未敢拥抱吗 亲爱的 曾分开过 未算差 关系提升 辽邦 背泪流皮面 听不说话 有岁月冲泡一茶 等世美离别之中的牵挂 面对面 不需要怕 作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